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肖元君 一起来关心今天10月6号星期四的重要新闻 联邦调查局FBI逮捕了一名与前国安局NSA承包商雇员斯诺登同一家公司的员工 他被控窃取绝对机密资料包括美国用来入侵中国等国家电脑网络的城市来源码Source Code在内 涉嫌窃取机密的是博斯埃伦汉米尔公司现年51岁的雇员哈罗德马丁三世 他在8月27号被捕之后就被羁押至今 FBI探员在搜查马丁位于马里兰州的住所后发现机密文件 以及储藏在装置内的数位资讯 其中包括绝对机密的和敏感的政府资料 率新披露此案的纽约时报报道指出 被窃取的包括高度机密的城市码 该城市码是由国安局研发用于入侵中国、俄罗斯和北韩等敌对国家的网络系统 司法部总共公布了5页与案件相关的刑事调查真结书 指控马丁非法持有绝对机密 FBI指出 在马丁家中查获的机密文件包括6个由敏感情报取得的机密文件在内 这是国安局在三年内发生的第二起国防包商雇员窃取机密文件 白宫发言人鄂表示 奥巴马总统相当严肃地看待此事 马丁已经承认非法取走机密资料 他目前被控未经授权取走和保留机密文件 以及窃取政府财产 不过马丁的律师表示 马丁过去曾在海军服役 最后以中卫退役 他深爱家庭并热爱国家 绝对没有背叛国家的意图 近十年威力最强大的飓风马修开始侵袭美国东岸 在风暴来袭之前 包括佛罗里达 南北卡罗莱纳和乔治亚州都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各州政府也强制或者呼吁大约250万沿海居民撤离家园 并且也取消了1600多班航机 马修飓风连日来在加勒比海地区造成了惨重的灾情 死亡人数增加到了26人 奥巴马总统已经下令海军和南方军区派遣舰队和兵力 以执行人道援助和救灾任务 而在美国本土方面 国家飓风中心警告 马修的威力可能达到四级飓风 虽然不会直接登陆佛罗里达 但暴风中心将非常接近 带来的强风豪雨以及危险暴潮 可能在沿海地区造成洪水 佛罗里达州州长表示 该州可能面临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撤离行动 目前福州被强制和呼吁撤离的居民已经达到了150人 涵盖12个县 当局也呼吁沿海和低洼地区的居民和观光客及早离开 福州奥兰德的迪斯尼世界虽然照常开放 但原定今晚举行的万圣节特别派对已经宣布取消 南卡州昨天也派出了数百辆巴士接送居民 沿海的26号洲际公路已经改成仅限西向通行的单行道 估计不含观光客至少撤离50万人 乔治亚州州长沿海6个县超过52万的居民主动撤离 一项针对中国人所做的调查显示 把美国视为中国头号威胁的比率 比伊斯兰国或者气候变迁威胁还要严重 而受访者也表示希望生活方式能够避免受到外国的影响 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这项调查显示 在调查人员提出的包括全球经济不稳 气候变化 网络攻击和伊斯兰国等七个威胁选项当中 有近半数的中国人把美国列为主要的威胁 与此同时对于外国影响力升高 感到忧虑的中国人也增多 77%的人表示 他们的生活方式应该受到保护 避免遭到外国的影响 比2002年的增加了13% 许多中国人认为 美国试图在南海问题上遏制中国 阻扰中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 这是潜在的对手 59%的采访人表示 对于邻国的领土纠纷可能引起的战争而感到忧虑 这项调查是委托中国当地的调查公司 面对面的采访3154名18岁以上的成年人而得到的结果 除了西藏新疆香港和澳门外 采访对象遍布全国的城市与乡村 皮尤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计划主任表示 中国人认为他们发挥的全球作用应比10年前更大 并为此感到振奋 这反映出中国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现实 同时也反映他们对于外国的影响力增大而非常担心 此外调查也触及部分的国内议题 受访者主要担忧的项目包括官员贪污 空气和水污染 食品和药品的安全 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 韩国三星公司Samsung的新款手机 Galaxy Note 7 日前因为传出电池可能爆炸起火 而进行史无前例的召回更换作业 但是最近又传出了一名男子 携带更换的新手机上飞机时 手机冒烟着火的事件 导致全机乘客与机组人员紧急撤离 事件发生在周三的上午 一名男子和女子在路易斯维尔 登上了一架西南航空公司班机 打算前往巴尔地摩 当这名男子按照机组人员的指示 将手机关掉放进口袋时 手机突然冒烟 他立即将手机从口袋里掏出 并丢在地上 机长随即下令疏散全机 70多位乘客和机组人员 这名男子表示 他的Glassian Note 7 是于9月21号 才从AT&T门市部更换的新手机 三星发表声明表示 高度关注周三发生的事情 并正安排取回那部手机 以及调查冒烟的原因 Glassian Note 7手机 今年8月上市之后 原本广受欢迎 但三星公司接连受到了 这款手机电池起火 甚至爆炸的报告之后 决定大规模召回可能有问题的手机 三星表示 截至上周为止 已经召回了250万台的手机 在南韩及美国的更新进度 已经达到了60% 湾区消息方面 一名现年13岁的亚裔男童 因为患有白血病 需要进行骨髓移植 定于10月9号礼拜天 在东湾Fremont 举行骨髓配对测试 希望有意捐赠骨髓 伸出元首的观众朋友 届时能够前往参加 亚美骨髓捐赠会 AADP表示 这位名叫Direct的男孩 是华裔与日裔的混血 由于美国亚裔骨髓捐赠 风气不盛行 因此亚裔白血病患者 取得适当的骨髓相当困难 如果您现在在18至44岁之间健康状况良好 愿意捐赠骨髓的话 请于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 前往东湾Fremont的Hopkins Junior High School 参加骨髓配对测试 详情请致电18005936667 或上网 joinbethematch.org relay for Direct 查询登记 职棒大联盟一战决胜负的 外卡救死战 旧金山巨人队 昨晚在王牌投手 Madison-Bengarner 邦加纳九局玩风的出色表现 外加Conor Gillespie Gillespie的三分拳内打带领之下 以3比0击败 纽约大都会队成功晋级季后赛 这场比赛双方都推出了王牌投手 邦加纳以119球玩风九局 送出6次三振 只被击出4只安打 大都会的新的贾德主投7局 送出14次三振 被击出2只安打 表现也相当出色 双方在前8局都没有得分 直到9局上半 巨人队第8棒 格拉斯比在两人再累的情况下 击出全雷打 中场巨人队以3比0 淘汰了纽约大都会 接下来将于芝加哥的小熊 进行五战三胜的首轮季后赛 第一场比赛将于明天 在芝加哥小熊队的主场进行 目前外界关注的焦点是 巨人队能否继 2010年2012年2014年 夺得世界大赛冠军之后 继续上演偶数年的奇迹 以上就是今天的优势焦点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